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前港督彭定康 今天在英國金融時報的書 撰寫了一篇文章 他敦促G7工業國風會 要將中國強推港版國安法 納入議程當中 身為一名已經離任了23年的港督 他仍然非常關注香港的情況 非常擔心香港人的安危 這一點已經是相當難得 他絕對可以拍拖子 回到英國 眼尾也不瞅瞅香港人一眼 但他沒有這樣做 而且在他的能力範圍 已經做到很足夠了 所以前港督真的沒得談 首先說一下他的文章到底寫什麼 這篇文章的標題是 G7必須捍衛香港自由 彭讀指出中國強推港版國安法 是衝擊香港的自由 中國違反對香港的承諾令人發指 全球都必須要關注 彭讀認為英國必須要帶頭捍衛香港 順守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 彭讀還說英國是有政治和道德義務 這次是英國欠了香港人 而香港人唯一的罪只不過是想在被答應的自由當中生活 同時彭讀又指責中國 趁世界各國忙於抗疫時撕毀中英聯合聲明 G7峰會將會在下個月的10日至12日 通過視像會議的形式來舉行 實情彭讀真的有多少就做多少 真的沒得談 除了寫一篇文章敦促G7 告訴他們香港已經進入了水深火熱的狀態 希望他們將國安法的議題納入議程當中談一談之外 他亦聯同了英國前外相聶偉敬 兩位牽頭 搞了一個聯署 終於有來自23個國家 超過200名政治人物參加了 聯署說明了 對於中國單方面在香港訂立《國安法》表示嚴重關注 敦促各國政府必須團結一致 表明不容許中國公然違反《中英聯合聲明》 所以他有多少都做盡 所以彭讀是否值得一個尊敬人物 相比起那些在港英年代加入港英政府做官 做政務官也好、做警察也好 這群人在香港現在是在做什麼 有沒有一個人會站出來捍衛香港的自由 有沒有一個人站出來向《國安法》發聲 作出異議 有啊、發聲 全部都支持、熱烈擁護 有什麼用? 完全 連一個異見的聲音都不能再找到 全部人無非就是為了錢 為了權威、責職 埋沒自己的良心 將香港推向一個萬劫不復的深淵 尤其是這個傀儡之首林鄭 都不知道他在駁什麼 升職你就不能再升 而且你也是後代 是不是? 你這個林鄭作為傀儡之首 你這個歷史上的明星 一定是會比巡巨更差 你是會遺秋萬年 你是會被釘在歷史的恥辱之上 你離開後還有兩個兒子 請問你的家人是不是以後永世永代都要留在中國的生存 你這些人一定會被制裁 是不是? 你有份去推動 你有份去支持 你作為香港的行政長官捍衛了什麼? 你說這件事沒問題 可以 你就說沒問題 不用想著這麼得意 就算被你再升上去也沒用 你自己看看歷史 劉少奇貴為中國的主席 那又如何呢? 稍微譯了老毛小小意 老毛一個看他不順眼 你看看他後期被人批鬥的情況多麼慘烈 這些全部都是歷史的事實 有根有據 你現在這些人好像很得意 想著可以飛黃騰達 可以做奴才之首 你做完之後又怎麼樣? 你是不是確保下台那一天就是瓜柴那一天? 如果是的話就恭喜你 不用想著有什麼後果 如果不是的 有朝一日就一樣一輩子提心吊膽 想著什麼時候被人清算 這些人是有鬼作用嗎? 以為很得意嗎? 就算你死了 你保證自己沒有後代最好 如果有的 你怎麼知道會不會又被人清算了一份? 這些人是說得了的 這個政權的軌跡是怎麼運行的? 大家都一清二楚心知肚明 你這幫香港傀儡還要去黏一份 你就做了 全世界的政府都在看你們的所作所為 不要想著 去到退休的時候就可以帶那些家圈去外途 沒有你們的份 告訴你 到時候你們作簡治綁 你們自己有份推出來的惡果 永生永世都要繼續在香港承受 全香港人陪你受 你不用留下來嗎? 這幫人想著到時候要走嗎? 在做夢去告訴你 真是離譜了 講一下紐約時報 他們今天就出了一篇文章 主要說到 習近平在搞一場政治豪賭 這一場豪賭在賭什麼呢? 他們的意思就是說 中國選擇在世界各國 忙於疫情的時候出手 就想著一舉就純化香港 推動港版國安法 同時也在宣揚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願景 實際大家環顧世界形勢 都知道現在的疫情在很多國家都未完結 就算在各邊歐洲國家或者日本 他們慢慢暴入尾聲的情況 起碼來說 抗疫仍然是他們國家首選的任務 甚至乎外國國民 他們一定會要求自身的政府 以抗疫作為優先的工作 所以在這麼艱難的時刻 有些外國政府仍然會對香港的情況 發表一些聲明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很難行可貴的 如果放在其他地方 分分鐘聲明都不會有一份 或者眼尾都不會熟一眼 所以前陣子 英國、澳洲和加拿大的外長 聯合發表了一篇聲明 就是要關注香港的形勢 也是促請中國政府 要遵守中英聯合聲明 另外瑞士的外交部 昨天也發表了一篇聲明 起碼有些國家還是看著香港的情況 你說會不會有即時的人道危機 我想應該沒有的 不會像烏干達似的 但是自由空間陸續地收窄 除了這些西方文明國家發表關注的聲明之外 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就是伊朗 伊朗發表了一篇聲明 說基於不干涉其他國家事務 以及保護各國領土完整 以及尊重國家主權的原則下 伊朗譴責任何外國干預中國內部事務 損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 伊朗還強調 為了維護社會穩定和香港人民的安全 當局必須執法和維護秩序 這篇文章比較搞笑 一方面又說不干涉中國內政 加仁斯你發表這篇聲明 算不算是在干涉中國內政呢 或是干涉中國內政的界線 還是凡親支持中國的 就可以發表聲明 凡親是批評中國的 那個就為之干涉中國內政 是不是這條街是這樣的呢 似乎是 都不見有人出來譴責伊朗干涉內政 林鄭不出來說兩聲 出來喊兩聲 你又批評彭篤 又批評美國那樣那樣 不如批評伊朗 實情伊朗這篇文章也反映了全球冷戰的新格局 就是要國家開始靠邊站 現在整個國安法出來 伊朗就借著這個情勢 去向中國表示友好 林鄭也救了華時代 考第一的行政長官 自從香港1841年開埠以來 大家也沒試過可以獲得伊朗的聲援 那你家庭也獲得了 真厲害吧 有一個人權紀錄這麼良好的國家 就可以聲援你了 那你馬上去搞吧 那些法例是 真是浪費 接著就說回《柳時》那篇報道 實情它說中國面對三大挑戰 是面對哪三個因素呢 第一 就是跟美國的關係會越吹惡化 這個當然了 第二就是中國經濟復甦前景未明朗 那可能會遭到美國的制裁 這個似乎是比較穩定的 第三就是會引起香港有更大規模的示威 那昨天就已經出現了 那實情 就是經常人說攬炒 攬炒呢 這個國安法也不是攬炒的 到最後攬炒的一步是由誰走呢 又不是中國走的 中國是啟動了一 是要美國回應說真的取消獨立關稅區 才是完成了那個步驟 如果到最後美國是猶豫不決 甚至乎只不過是作出一些很溫和的回應的時候 基本上這個所謂的攬炒是不成功的 那真的被中國倒贏了 但是到底美國會不會真的取消獨立關稅區 或者是真的暫停這個香港政策法 那這樣看來的機會也很大 之前美國那麼多官員先後走出來說的話 都是非常強硬的 好了 埋美的時候沒有理由 就說退退吧 那豈不是你那些說話全部都是空話 全部都是白話 所以到最後 他們其實也是要向世界交代 要向國民交代 當然 今天《華爾街日報》寫了一篇文章出來分析 就說美國總統都會陷入一個所謂的兩難 那什麼兩難呢? 就是中國所在盤算的事情 《環球時報》經常都提及到的 就是美國在香港的金融業利益 以及香港作為美國在全球貿易順差最大的地區 在這兩個因素之下 到底美國願不願意忍痛作出這個決定呢? 就是說取消獨立關稅區 因為在大陸的角度就覺得 已經是有這些後果了 包括在經濟上、外交上 如果美國願意去做這個決定就做了 因為這個決定事實上不僅是影響香港和中國 也會影響美國 但我相信美國最終都會採取這個決定 否則的話 那個公信力就變成了當然無存了 之前一直說到這麼大 然後埋美那一刻 原來都沒有什麼反應 或者反應很溫和 也很難說服國際社會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